文王国动 一共产生了408位皇帝 这些皇帝已经被生活奢离 又兼住极大的政治工作压力 孤儿寿命都非常的短暂 平均下来35岁都不到 然而凡是从有例外 就有这么6位皇帝 寿命超过了80岁 下面小编就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6位高寿的皇帝 第6位 南宋高宗赵口81周岁 宋高宗赵口 1107年6月12日 至1187年11月9日 自得基 第十位皇帝 首任皇帝 赵吉利九子 赵桓之地 赵口原本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 但是 1127年北宋灭亡后 宋朝宗是被金人荼毒殆尽 续缘关系最亲近的皇室成年南丁 只剩下赵口一人 故而在南方是大夫的拥立下 赵高继承大宋江山 称为宋高宗 历史上为了区别于北宋 称其建立的政权为南宋 宋高宗当了皇帝后 为了防止宋徽宗和宋亲宗回国和自己争权 故意怠慢北伐大计 并以摩虚九的罪名处死了北伐统帅岳飞 1162年 在位36年的宋高宗赵构 茬位于阳子 当了太上皇 及南宗孝宗皇帝 赵构选择当自己的继承人也比较有意思 因为赵构见过金太祖完颜阿古党 其人长得和北宋开国皇帝赵光念一模一样 有道士对赵构说 宋太宗赵光念谋夺了兄长的江山 故而宋太祖化为凡人来夺回江山 赵构信以为真 从宋太祖赵光念的后代中 找了作为养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 故而南宋诸多皇帝中 除了宋高宗赵构 是宋太宗赵光念的子孙 其他的皇帝都是宋太祖赵光念的后代 这和北宋朝刚好相反 北宋除了宋太祖赵匡音 其他的皇帝都是宋太宗赵光念的子孙 1187年11月9日 宋高宗赵构去世 终年 81岁 第五位 武来十国吴越国王钱留 81周岁 钱留 留852年932年 自巨美一座巨美 小字婆留 杭州人 时期创建者 钱留本来是唐朝末年的 后来 占领了已为首的十三周 渐渐作大 唐朝廷无奈 先后封其为越王 吴王 吴越王 907年 朱温窜唐力量后梁 唐朝滅亡 朱温为了拉拢钱留 封其为吴越国王 贤留采用明哲保身的办法 不参与中原的权力争夺 因此 吴越国在其苦心经营下 也变得非常强大 932年 贤留病逝 中年81岁 贤留临死前不立太子 对大臣们说 我这些儿子看起来都愚蠢懦弱 我死以后 你们自己从中选择一个继承我的位置吧 结果 大臣们选了前缘万座前流的继承人 第四位 大洲国皇帝武则天 82周岁 武则天 624年 705年12月16日一 本名吴许子 后改名 吴赵赵 并州尖山西闻水人 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 690年 705年代位 也是即位年龄最大67岁 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 82岁 武则天 原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 唐太宗去世以后 得到唐高宗李治的宠爱 又为李治生育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故被册封为皇后 唐高宗李治不喜欢权术 还在生前就将朝廷军政大使交给武则天处理 这就为武则天以后的费唐立州 埋下了伏笔 李治去世后 由唐中宗李显继承皇位 武则天尽夺儿子之权 于684年费出李显地位 改立另一个儿子李大为帝 是魏唐瑞宗 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州 宣布自己为大州皇帝 十年六十七岁 从此一直到705年被推翻 一共在位15年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 705年12月16日 武则天在上阳宫的先居殿病逝 享年82岁 一照上去 帝昊称则天大圣皇后 同唐高宗李治和藏于乾陵 第三位 南北朝时期 南朝梁武帝硝衍 八十六周岁梁武帝硝衍 464年549年6月12日 自书的小字链 郡东城里金江苏省市人 时期的建立者 502年549年在位出身 为西汉下国二十五世孙 502年 萧衍接受南康王萧宝荣的禅位 建立了南梁政权 史称南梁武帝 梁武帝一共在位48年 期间重信佛教 写欢向为奇 对养生之术颇有研究 在位期间多次舍身出家 让陈子花玉姿赎回 闹了很多笑话 他还禁止僧侣时婚姓 一直流传至今 549年 萧衍被叛臣后顶囚禁至死 终年八十六岁 本来萧衍可以更长寿的 因为他是被后顶活活饿死的 第二位 清高宗乾隆皇帝八十九周岁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1711年九月二十五日 至1799年二月七日 第六位皇帝 定 都之后的第四位皇帝 年号乾隆 寓意天道昌隆 在位六十年 后又继续殉政 实际行使最高权力 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 世上实际执掌国家 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 也是最长寿的皇帝之一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出生于1711年 是以雍正皇帝第四子 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后 继承皇位 年号乾隆 乾隆皇帝二十四岁继位 在位六十年 又当了五年的太上皇 直到1799年 才以八十九岁高龄却世 因为文武双全 又极富传奇色彩 有识权老人之称 第一位 南岳武帝赵驼九十七岁 赵驼越南渝 出大 约公元前二百四十年 公元前一百三十七年 其南岳武帝 金河北人 龙川令 创建者 原位秦朝将领 与南下攻打 秦目大乱时 赵驼割据 建立南越国 汉高祖三年 公元前二百零四年 至建元四年 公元前一百三十七年的位 赵驼是 秦国的宗室子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派习作为的副手 率五十万大军镇首领南 公元前二百零九年 陈胜五国起义 秦国开始混乱 和赵驼将领南通往中原的陆方死 割据称王 一年以后 并故 领南的军政大权 掌握在了赵驼手里 于是 在当地市民的拥戴下 建立了以藩于为王都 占地千里的南越国 自称南越武王 从而未存在九十五年的南越国殿下基石 赵驼非常的长寿 一直活到公元前一百三十七年才去世 此时西汉王朝经历了六位皇帝 已经变成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汉景帝流起了 赵驼在位七十五年 由于太长寿 他去世的时候 儿子全部死光了 只能由孙子赵面来继承王位 历史上记载的赵驼出生日期并不准确 按照一些野史记载 赵驼去世时 寿命超过了一百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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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